203解题说明 第一小题调整投影片1到7的背景位置 首先我们调整一下 版面 好,看到投影片1到9 接着我们点选投影片1 之后按住Shift键,再点选投影片7 接着选取上方设计 右方背景格式 一记题目要求 位移X 改成0pt 位移Y -50pt 第二小题自定项目符号 我们点选投影片2 接着点按文字版面配置需 外框 选取上方常用里面的 自定项目符号,我们点按下方项目符号及编号 选取右下的自定 题目要求 自行 一般文字字 字眼代码 字眼代码 输入 25ba 这个符号 按确定 符号的色彩 点选以后选取 蓝色辐色1 按确定 第三小题要变更图案 我们点选投影片4 接着选取图片中的两个防射立方体 先点按上方 再按住Ctrl键 点按下方 选取以后 在上面的绘图工具里面的格式 点按 选取左方编辑图案里面的 变更图案 在右下方 选取 32角 星形 点按 接着同样的方法 点按 投影片5 右方 黄色 延柱 在格式里面 选取编辑图案 变更图案 32角 星形 点按 第四小题 设定投影片的切换效果 4只A 我们点按投影片1 选取上方 切换 在 右方 其他里面 选取 华丽里面 找到 立方体 3 效果选项 点按 选取 自左 4只B 选取投影片2 接着按住shift键 点按 投影片8 切换动画 点选 其他 找到在动态内容里面的旋转 效果 效果选项 点按 自右 自右 4只C 点按投影片9 切换动画 华丽里面 找到立方体 点按 效果选项 效果选项 自右 最后第五小题 设定投影片的换页时间 我们点选投影片6 接着按住shift 再点选 投影片7 好 好 一期题目要求换页的时间 每隔 将其修改为 20秒 5只B 设定投影片放映 我们点按 投影片放映 设定投影片放映 点选 若有的话使用 议存时间 按确定 到此解题完毕 档案 另存新档 PP02 存成 PPA02